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Iris朱思虹 我想问一下大家您追星吗 作为一个80后 我说句实在话 问起我喜欢哪个明星 我真的是说不出来现在的娱乐圈 每天都在更新的这些小花小草小鲜肉 那要问我喜欢哪些明星 好像回想一下 还是在我青春年少的时候喜欢的那一波 要说起来我真的是很长情了 那么李孝丽这个韩国女明星 就是当时我特别热爱的一个女神了 那么估计现在00后 没几个人知道她了 可是要说起李孝丽当年的那个火 怎么说呢 我真的太骄傲了 我能爱这样一个女神 举个例子 三星手机大家应该知道 那三星手机现在有这么庞大的市场 可以说李孝丽真的是功不可没 在2005年的时候 李孝丽就代言了三星ANICO手机的系列 而且就在她代言之后 这个ANICO手机就月居销量第一了 三星也之后跟他跟李孝丽又签订了长达四年的合同 这么长的合同可以说是再也没有办法复制了 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而且就在李孝丽代言了四年之后 这个三星的ANICO手机的销量增长了300% 合约结束了之后 三星还斥资给李孝丽拍了一个感谢广告 这个可以说无人可及了 那么和我一个年代的人应该都有印象 当时的这个三星ANICO手机广告是一个系列的 除了李孝丽是代言人以外 在不同的这个广告里头 还会有韩国当时非常炙手可热的一些明星来参演 但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过 这个三星ANICO手机其中有一部特别的特殊 它是李孝丽和一个朝鲜姑娘 叫做赵明爱一起拍摄的 这听起来是不是令人难以置信 可以堪称魔幻了 然而这个听起来不真实的事件 它就真实的发生了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当年的这样一个广告 大概当年的季窄 2003人没伽下的合作 最前一分太 MOD 今ホイヤ 这是天哪 世传大家 何年代的身份 81年代的事情 81年代 у 也有��ā butterflies 引起 quelqu Пр stiffness 我最后就是 ун特帕 有趣自吳 我感到很平和有趣的地方 我感到很平和有趣的地方 你好 明依是超級好 我感到很難得到 我可以玩的 我可以玩的 我可以玩的民族 我可以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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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很令人 我真的太惹了 我真的不想为了 我和我 我真的不想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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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的一切 真心感慨啊 即便是现在看起来这个广告 以现在的审美来看 这两个姑娘依然是美得不可方物啊 这个韩国的李孝丽 时尚而且充满了活力 朝鲜的赵明爱呢 更是甜淡清新端庄可人 但是我相信啊 这两个姑娘站在一起 最让人震惊的不是他们的美貌 而是这么一个 可以说让人觉得瞠目结舌的 这样一个交集啊 而且您可以想象吗 在这么一个美好和平的画面背后 其实是一个谍战大剧 暗藏着许多的暗流汹涌和血雨腥风 说到这里啊 才要进入今天的正题 我要提到的一个人叫做朴彩书 您可能完全就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啊 可能让人误会了 我以为我今天要讲的是李孝丽 其实真的不是的 那么在进入今天的正题 介绍朴彩书之前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当年的一段历史背景啊 那么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呢 这个金正日上台了 宣布退出这个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 朝鲜呢 也重启了核反应堆 朝韩关系就空前的紧张了 那么当时韩国面对的这个情势 可以说是非常的紧急的 因为已经有卫星照片 首次曝光了 朝鲜宁边已经有了这个核设施啊 可是韩国对这个朝鲜的核武进度 知之甚少 那么对于韩国来说 这就像是头顶悬了一个随时可能掉下来的大刀啊 让人惶惶不可终日 那么韩国的情报部门呢 也找到了一个了解朝鲜核项目的一个核工程的教授 成功的说服了他为这个韩国的情报部门来服务 后来呢 他们也收集了各种各样的证据 最终证明朝鲜已经存在了两枚低级别的核弹头 那么这个消息一经证实 给韩国造成了极大的恐慌和危机感 说到这里呢 我们就可以来说说朴彩书了啊 他是这个前韩国的陆军少校 在1990年的时候呢 朴彩书开始参加韩国军方情报机构 并且呢 就是开始搜集这个朝鲜核武能力情报 参与了相关的行动啊 那么就在韩国备受朝鲜核威胁的这个紧要关头 韩国的情报机构就是这个国家安全企划部 现在呢叫做国家情报院这样一个部门 他发现了朴彩书的能力非常的突出 于是在1995年的时候呢 就从这个军情机构把他给挖过来了 并且呢 呃就是要求他去执行一个渗透朝鲜的任务 从这个时候开始呢 朴彩书就有了一个代号叫做黑金星 那么进入了这个任务之后呢 这个朴彩书他就把自己伪装成了一名商人 呃 并且呢 就是主要是在这个北京进行一些投机倒把的勾当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还建立了和这个朝鲜的联系人 以及很多线人的这个相关的网络啊 他通过行贿 朴彩书打通了接触朝鲜高官的渠道 那么有一次他在这个平壤的情报机构 有一个头目访问北京的这个档口送给了他一批高仿的劳力士 其实我想说啊 这个设计可以说是非常巧妙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看啊 这个劳力士但凡有点概念的人应该都知道是价格不菲的啊 是非常高昂的 那么人尽皆知这个受贿的官员得到这么昂贵的一个礼物 可能是非常非常高兴的一件事情 可是就有人会说了 如果对方发现这是一个假货呢 难道不会造致这个杀身之祸吗 其实啊 这反而可能会是一件好事 因为如果对方发现这个劳力士是个假的 这样就会更匹配朴彩书给自己打造的这样一个唯利仕途的奸商的人设 反而会让他的伪装更为可信真实 您看啊 就是就是行贿这么一个小小的环节都充满了各种设计和玄机 想想都觉得这个间谍这份工作真是不好干 太心累了啊 我们再说回朴彩书 那么朴彩书在兜兜转转之中 始终是没能够按照这个老东家给出的这个要求去接触到朝鲜的核心啊 然而呢 终于是功夫不负有心人 让朴彩书找到了真正的突破口 就是他成功的找到的机会帮助到了金正日的妹夫 也就是当时朝鲜的二号人物叫做张成泽 他的外甥呢 遇到了一些困难 呃就是有了16万美元的这个债务 那么当时的这个朴彩书找到机会帮助这个张成泽的外甥解了围 那么这样一个呃很有意思的这样一个交集呢 也让这个朴彩书有了机会可以接触到张成泽一家 那么而心怀感激的这个张成泽一家呢就邀请朴彩书 他去访问平壤 可以说这真的是一个极大的契机啊 真的突破了整个呃这个行动的瓶颈让朴彩书终于有机会可以深入朝鲜了 但是啊虽然是对方善意的邀请 可是对于朴彩书来说真的可以说前路险恶无比啊 朴彩书在后来的采访当中回忆当年自己去朝鲜时候的感受 他说呃当间谍压力真的特别特别的大 一个最小的错误也会将你出卖 比如说像说漏嘴这种蠢事 那么每次在进入朝鲜的时候就等于把自己的一切都交到了对方的手里 他们随时可能会识破你的伪装割开你的喉咙 而且更可怕的是啊 其实是有别于像韩国派往朝鲜的这些间谍的 因为朴彩书是没有这种自杀要玩这一类的东西的 所以当他的身份暴露或者是被捕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快速的自我了结 他要被训练成用自己的手指针对身体的一些重要部位进行攻击 以达到自尽的目的 您看看啊 即便是在绝境之下还要对自己下狠手 真是连求死都是一个难度爆棚的事情啊 但是要说起来呢 这个韩国的情报部门真的是非常有眼光 他们找到朴彩书 朴彩书真的是朴彩书不可替代 即便是遇到了很多我们难以想象的这些足以致命的危机啊 但是他成功了 他深入到了朝鲜 而且呢还借此良机为韩国的一个广告公司和朝鲜的观光局签订了一个价值400万美元的合同 并且呢是获准在长白山和金刚山拍摄电视广告 这一点啊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什么呢 朴彩书他最终的目的是要获取这个关于朝鲜相关的这些核研究以及核设施相关的这些资料 对吗 那么在官方认可的基础上可以在朝鲜的境内使用摄像机就有了可以拍摄核设施的可能 那这一步走的实在是太艰难了 而这个成功也来的太伟大了啊 此外呢朴彩书还替金氏家族出售古董瓷器给这个韩国的有钱人以换取资金 他也因此呢有机会和一个韩国专家一起去这个庙香山附近的一个储藏所 那么这个专家估计啊那里的古董价值10亿美元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呀 我的天哪 那么终于呢也在多次的访问朝鲜 然后呢和这个朝鲜的官方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之后 朴彩书终于在1997年被带到了平壤的百花园饮兵馆 这应该算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进展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啊 我们来看一下朴彩书呢 他在后来接受BBC采访的时候说 当年的那次行动的目标是非常的明确的 就是要打入敌人的心脏 意思呢就是要渗透到进入朝鲜这个权力圈的核心 可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朴彩书竟然能够潜入到核心的核心 他可以与金正日面对面 那作为间谍能深入到这样的地步 估计真的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 那么那一次与金正日的会晤持续了长达30分钟 他们谈了一些关于这个广告拍摄的计划和出售古董的问题 在去之前呢朴彩书被告知要洗澡并且要穿着整齐 而他依然是埋下了一个伏笔为自己的这份工作啊 真的是想尽了一切办法 他在自己的尿道里偷藏了微型录音机 以记录与金正日的对话 那么朴彩书后来回忆说 当时金正日进来之后并没有和他握手 而且呢他说话的声音有一点嘶哑 朴彩书也说他真的没有因为自己有可能这个身份暴露而担心紧张 反而他觉得特别的放心 因为他能够见到金正日本人 就足以说明他已经完全得到了朝方的认可和信任了 那么会谈之中金正日还对韩国即将举行的这个总统选举表示出了兴趣 然而呢令朴彩书没有想到的是 这份兴趣啊会彻底的颠覆他的认知 甚至改变他未来的人生 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欢迎回来 我们刚才讲到啊 在2005年的时候 韩朝之间进行了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合作 金正日居然特准这个朝鲜的舞蹈演员赵明爱 傅韩与韩国的顶级明星李孝丽合拍了三星手机广告 而这样一个不可思议的交集 背后有太多双手出于不同的目的 在努力的促成推进 而其中最大的功臣就是代号为黑金星的韩国间谍朴彩书 那么朴彩书在使尽了浑身解数得到朝方的信任之后呢 却发现自己也仅仅是韩国政权更迭之中 一颗可能随时都会被葬送掉的棋子 在和金正日的会面之中 朴彩书意外得知啊 金正日并不喜欢当时的这个韩国总统候选人金大中 朝方似乎非常担心这位潜在的领导人 他的政治能力太强 而朴彩书呢 隶属的这个韩国安启部对此态度暧昧 早在1992年的时候 金大中参选了前一届的韩国总统这个选举期间 安启部呢 就爆出朝鲜人员渗透韩国帮助金大中选举这样的消息 直接导致金大中败选并且隐退了 但是安启部的这个在1992年的所作所为呢 实则是一则陷害 主要呢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个主张韩朝对话的金大中一旦胜选的话 会导致安启部的利益受损 到了1997年到了韩国大选前 朝鲜官员就告诉朴彩书说呀 有三名李慧昌的支持者 这个李慧昌也是当年韩国大选的一个热门人物啊 有三名这个李慧昌的支持者 让他们就是让朝鲜的这些官员呢 在大选前实施武装袭击 这样呢就能给当时比较有优势的金大中班子造成压力 因为金大中刚才我们谈到 他是非常支持这个韩朝对话的嘛 但是呢在大选之际 如果朝鲜这边主动去发难的话 那么很多人就会质疑这个韩朝对话的这个可行性 那同时就可能会来质疑金大中的他的这个主张 所以很有可能会给他造成压力甚至丧失这个选票了 那么朴彩书呢 亲眼看到朝鲜的官员在酒店的这个房间里 清点从韩国人那里得到的美元现钞 总共是36扎 每扎是10万美金 一共就是360万美金 那么现在看起来好像并不是太多啊 但是对于当时的朝鲜来说 这个外汇是极为的紧缺 所以360万美金来说 对他们来说也是不小的一笔数目了 那么面对这样的情况呢 朴彩书可以说是深名大义 他并没有跟着自己的这个东甲参与到新一轮的陷害当中 朴彩书呢将此事报告给了韩国国家情报院 以及金大中的班子 那么有了这样子的情报之后呢 73岁的金大中在40.4%的得票率之下呢 当选了当年的总统 那么安启部也因为这个干扰大选的伎量没有能奏效啊 他们也很担心就是金大中的政府上台了之后会对其进行报复 所以呢 安启部在大选之后就泄露了一份关键文件 指出金大中的这个竞选团队当中的确有人和朝方见过面 那么这一个文件的面试呢 就是妥妥的就是承认了间谍黑金星的存在 彻底的就将朴彩书暴露出来了 那么朴彩书面对这么紧急的一个情况呢 他就赶紧退出了行动 举家隐居了北京 但是没有办法 该来总还是会来的啊 这个韩国的保守派在重新掌权之后 朴彩书在2010年被捕了 并且呢是被已向朝鲜泄露机密罪被判处了六年的监禁 实际上呢 这个朴彩书作为黑金星在执行当年的任务这个时候呢 确实呢是向朝鲜透露了一些关于韩国的一些所谓的机密啊 但是呢 一方面是为了可以得到朝方的信任 另外一方面他透露的这些信息 其实也都是一些不伤大雅无关大局的一些信息 所以呢 朴彩书认为在多年之后 他被判处这样一个六年的监禁 完全是一起政治迫害 那么为了自保呢 朴彩书也这个保留了他和金正日张成泽这些朝鲜官员的对话录音 他说他把这些录音都藏在了外国 目前是非常安全的 那么听到这里 您是否跟我一样啊 就觉得这样一个真实的谍战故事 真的是充满了惊悚 让人觉得荡气回肠啊 但是如果不是在2018年 一部以这个黑金星朴彩书为原型的传记片 北风也叫做特工这样一部电影的面世 我们可能永远都不知道这样一个尘封了多年的往事 如同电影北风的男主角黄正明所说啊 他在接触这部电影之前 其实根本不知道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然而在拍了这部电影之后就激起了他强烈的使命和责任感 那说到这里啊 我想跟大家一起来看看北风也叫做特工这部电影 这部电影呢 获得了第23届釜山影展的最佳影片 导演最佳男主角男配角剧本 以及美术奖七项大奖的提名 那么从演技到技术各个方面都是获得了评审的肯定啊 电影呢 是基本上还原了整个黑金星的事件 但是官方也说 其实其中有很多的主要角色在现实当中是不存在的 都是一些戏剧化的这种虚构的人物啊 那比如说像片中另一个特别圈粉的人物 是这个朝鲜对外经济委的审议处长李明云 那么很多观众在观影之后呢 其实发现啊 电影中的李明云这个角色 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对标到当时的这个 朝鲜权臣张成泽的身上的 因为我们刚才在节目当中也谈到了啊 当时的黑金星朴彩书呢 他也确实是因为给张成泽的外甥解了围 才找到了渗透进朝鲜的这个突破口 最终一步步的深入到朝鲜的权力核心的 而在电影当中呢 李明云就是黑金星最先接触到的朝鲜高官 最终也是通过李明云的引荐 黑金星才可以见到了金正日本人 那么为什么说这个李明云这个角色非常的圈粉呢 作为一个观影者来说啊 我认为是从两个方面着手的 一方面是因为扮演李明云的这个演员李星明 真的可以说是演技炸裂啊 甚至在和主演就是这个黑金星的扮演者 黄正明标系之后 依然是一举拿下了第二十三届釜山影展最佳男主角的桂冠 那黄正明是谁啊 他可是这个韩国影视圈头部大咖里的头部大咖了 他横扫了各种大奖 影帝拿到手软的这样一个人物啊 但是呢在北风就是特工这部电影中 却被扮演李明云的李星明PK下去了 那可见李星明在这部电影中的表现真的是非常的了得 在我印象当中啊 李明云在初次见到黑金星的时候 一抹阴瑟瑟的笑容 哎呀充满了这个阴险诡诀不信任 就是看到这个笑就让人原地斗三斗啊 不寒而栗 到了后来呢 随着和这个黑金星有了更多的交往交流 然后产生了信任和认同之后 他脸上甚至可以绽放出来非常澄澈明朗 像孩子一样的笑容 再到后来随着这个黑金星身份的暴露 李明云呢作为这样一个引荐人难逃其咎 甚至有可能有杀身之祸的时候 那种对于即将到来的厄运无限悲怆的表情 哎呦真的是各种复杂的情绪啊 还有人格呀都被这个李星明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 让人拍案叫绝 那么我们再说说另一个让李明云圈粉无数的原因 应该是这个人物的人设了 这个李明云呢 他作为当时这个朝鲜的外汇专家 他常年的旅居北京 出入各种的高级会所享受各种奢靡的生活 然后呢他也经常会招呼所谓的同志们啊 去酒吧跳舞啊 好像显得就很像一个贪官污吏啊 但是本质上 他真的是一个社会主义修道士 甚至是苦行僧 他在平壤的时候呢 邀请黑金星去家里头做客的那一幕 真的是显得哎呀相当的有情有义 非常的温馨 那么李明云呢 这个在电影中啊 可以展现出来 他的这个家非常的小 一点都不大 而且呢一切都是非常的简单朴素的 很干净 然后呢老婆孩子也都是那种就像我们经常能看到的家里头那种 嗯就是非常简单 然后活得非常的淳朴的这样的人物啊 那么小朋友呢还恭恭敬敬的给了一个少先队员的敬礼 我觉得这其实真的是李明云一个内心世界外化的一个写照 他的内心其实也是这样朴素干净而淳朴的 他理想中的国家应该也是这样的 那么在电影当中他和黑金星几点小菜 然后辣辣家常刻画的相当的到位也非常的感人 可以说当时的这个时代氛围和李明云美好的精神追求 通过这样的寥寥数笔啊 描绘的是出神入化 那么李明云他也因为是常年旅居北京嘛 所以他也是看到改革开放能给国家带来的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 所以他的内心其实是一个进步人士 他也希望能通过各种各样的改革去发展经济 让自己的国家变得富强 让人民可以幸福安康 同时他也是发自内心的希望这个朝韩和平 所以呢他也是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推进着 可以帮助朝韩破冰的这样一个广告合作 而且即便是在黑金星的身份败露了之后 他几乎是完全搭上了自己的身家性命啊 也要帮助这个志同道合的政敌黑金星逃离朝鲜 此时这个李明云和最开始给人的那种阴瑟瑟的印象已经完全不同了 他是一个身名大义之人 那么在真实的历史当中 黑金星朴彩书和张成泽到底是如何相处的 我们已经无从得知了 但是呢电影中黑金星和李明云在经历了猜忌试探阴谋合作等等之后 最终呢是成为了惺惺相惜的知己 毕竟啊他们曾经热爱着的是同一个国家 那么在电影的最后呢还完全的可以说是百分之百的啊还原了当年在2005年这个朝鲜美女赵明爱和李孝丽一起去拍摄这个三星手机广告的场景啊 而在这个电影当中呢李孝丽也是经过这部电影的导演再三劝说之下演绎了13年前的自己 那么当年的这部广告呢其实是分为了三部曲啊叫做相见同唱和希望 我们通过这三个名字也可以非常明确的感受到寓于其中的美好愿望 那么在这次交集之后呢赵明爱在后来的采访当中说啊包括孝丽同志 哎指的就是李孝丽了啊 他说包括孝丽同志在内的南方诸位真的是太亲切了 在北韩的时候呢每到中秋也会去扫墓祭奠祖先 忠心的住院南朝鲜的各位同胞也开心的度过这个民俗节日 我们听啊这样一个亲切纯粹的问候让人觉得简直是如暮春风啊 而冒死去破冰让朝韩关系冬去春来的正是黑金星朴彩书 那么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再来回味一下当年的那座广告 我相信啊您一定会有和节目刚开始的时候观看这个广告时的完全不同的感受 也许啊我在想象真的可能像电影当中一样 有两个分别来自韩国和朝鲜的人 他们看起来宝金风霜 他们曾经为了这个近乎不可能完成的合作 并肩作战 惺惺相惜 而此时此刻 他们助力在人群中 远远的相视而笑 喜结而起 委員会 你ой年时 你重生 respiratory 31年 31年 我自己在79� bind他 你志爱 欢迎 你欢迎 欢迎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嘉宗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